范玉最终还是和原著一样,走向了黑化。 看到这个角色黑化,很多人都一头雾水。 明明前一秒,他还追在顾九思后头, 哥哥长,哥哥短,一脸崇拜。 而在顾九思出入幽州时, 范玉对顾九思更是明目张胆的互犊子。 怎么进了东东,成了太子, 范玉对顾九思的态度就变得很微妙了。 在昨天的剧情里, 骆子商不过是在范玉面前捧杀了一下顾九思, 他的脸顿时就开始变天。 等骆子商与范玉第二次会面, 在提起顾九思时, 范玉更是将他对顾九思的称呼 由九思哥哥变成了顾九思。 这个称呼有什么问题? 得细细挺累。 仅仅是为了显示出范玉对顾九思的生疏与忌惮吗? 恐怕更多的,还是想彰显出尊卑。 他是太子,是君,而顾九思是臣。 这种身份的尊卑压制, 让极度顾九思的范玉或多或少找回了一些自信。 而范玉这样的转变, 还只是他黑化的一个开始。 范玉一个拼了命, 都想获得父亲认可的孩子。 在原著里, 范萱可以说是一个完全失职的父亲。 结发妻子早逝, 为了不让范玉受委屈, 就一直没有续嫌。 而这样做的后果, 就是后院没有女主人, 范萱自己又忙着正务。 没有时间教养范玉的她, 最后只能将范玉交给范姆。 范姆教养出来的孩子, 能有多好? 更何况, 范姆是仆妇, 即便范玉做得不好, 也只会顺着和哄着。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 真正养费范玉的, 是范萱因为愧疚, 对范玉成长过程里的无限纵容。 等范萱爬上节度时这个位置, 有心愣顶东都时, 她再回头审视自己这个唯一的儿子, 范萱才猛然察觉, 范玉已经养肺了。 对这样的局面, 范萱是失望的, 只不过这种失望, 被掩藏在了深深的愧疚里。 但范萱会掩藏起对范玉的失望, 可她身边的人却不会。 袁助理、周高朗等人对范玉表露出来的轻视, 以及时不时向范萱禁言的再生一个儿子, 都会让范玉感觉到受挫, 也感觉到危机。 更重要的是, 每次在范玉想做出点成绩证明自己时, 范萱都会以她还太小为由, 婉拒她。 范萱为什么拒绝? 那是她清楚地知道, 范玉根本不是这块料。 但她清楚, 范玉对自己却是自视甚高。 所以范萱越是这样, 范玉就越想证明自己, 认为她不受重用, 完全是因为范萱没有给她机会。 这样的执念, 在幽中那小小的一寸天地, 还可以理解成一种争宠。 但到了东东, 范玉坐上了太子的位置, 这种执念就蜕变成了一种危机感十足的争权。 可实际说到底, 范玉这样去争, 真是为了权吗? 她真正在意的, 不过是父亲范萱的认可。 这也是为什么, 范玉会极度顾九思了。 按理顾九思在得宠, 那也是臣子。 等到范玉上位, 顾九思也是得辅佐她, 跪拜她。 真正让范玉极度顾九思的, 是她一直在范萱那里当空气被忽视。 而顾九思却在范萱的赏识下, 不断偏爱, 不断重用。 尤其那句生子当如顾九思, 还有育儿如果也能像顾九思那样就好了, 深深地刺痛了范玉那颗狭隘又敏感的心。 正是出于范玉这种深入骨髓, 想要获得范萱认可的执念。 在原著里, 她才会被顾九思伪造的范萱日记里的认可, 感动得痛苦流涕,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开始悔恨。 范玉对顾九思出手, 是迟早的事情。 剧版的范玉相比原著, 是做出了一些改动的。 在原著里, 范玉一直看不上顾九思, 看不上顾九思伤骨的出身, 也看不上顾九思的聪明, 觉得那是一种尚不得台面的算计。 后面到了东东, 范玉对顾九思的看不上就更明显了, 认为顾九思能受到范萱重用, 一是运气, 二是会讨范萱开心。 到了剧版, 范玉对顾九思的轻视, 变成了潜意识里的认定, 而放在灵面上的, 则是崇拜。 从这一天潜意识里看不上, 一天又不受控制的崇拜, 这样矛盾的心理中, 完全可以窥探出范玉心性。 因为身份, 范玉一直自诩高贵, 但又因为平庸的资质, 以及范萱对她的失望, 范玉同时也深深地自卑。 这种自卑又自傲的性格, 让范玉对强者有着天生的向往, 所以即便看不上顾九思, 却也崇拜她, 还希望得到顾九思这个强者的认可。 当初得知顾九思在衙门受了欺压, 范玉为什么跑过来撑腰? 实际这里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 范玉用手中的权力替顾九思撑腰, 是想让顾九思这个卑微又强大的小人物, 对她感恩戴德。 被强者感恩戴德, 这对范玉而言, 满足了她极强的虚荣心。 这第二层, 就是范玉想获取顾九思这个强者的认可, 好彰显出她并不弱的事实。 范玉也是想告诉那些把她当小孩子的人, 自己已经长大了, 有能力解决问题了。 而这场撑腰戏, 也把范玉单纯背后的本性, 暴露得淋漓尽致, 用高贵身份带来的权力, 欺压底层牙翼, 替顾九思撑腰。 这不仁厚, 也不宽容, 更牙子必报。 这样的范玉, 与有着赤子之心的顾九思, 从来不是一路人。 到了东东, 范玉对顾九思的态度, 为什么会转变得这么快? 极度顾九思被范玄重用只是其一。 这其二就是因为东东的顾九思, 在范玄的提拔下, 成了朝堂举重若倾的人物。 守护望都一战, 更是让他在朝堂内外, 有着前所未有的声望。 在对比范玉自己, 不论是在朝堂上, 还是在范玄面前, 他这个太子都像是个摆设。 更微妙的是, 光芒万丈的顾九思, 和范玉这个沦为摆设的无能太子, 是差不多的年纪。 这就不可避免地会被别人拿出来比较。 当初在扬州时, 纯善的顾九思, 尚且会因为长辈常拿叶史安的优秀来鞭策他, 而对叶史安耿耿于怀。 而范玉这个狭隘的太子, 对顾九思又怎么不会心怀戒定? 更重要的是在范玉潜意识看来, 顾九思终究是商骨出身, 与他相比是卑贱的。 可现在这个卑贱的人, 却爬到了自己头上。 范玉能忍, 所以范玉对顾九思出手, 是迟早的事情。 洛子商的挑拨, 也只是加速了他黑化。 毁了范轩江山, 这是范玉最狠的报复。 在原助理范轩死后, 范玉就进入了一个彻底暴走的状态。 暴灭成信, 残害忠良, 荒淫又奢靡。 大有把范轩留下来的江山, 狠狠回去的驾驶, 这是为什么? 经因为范轩留下来的两道圣旨。 第一道范玉继承皇位, 但是又设置内阁, 约束皇权。 这道圣旨, 实际说白了就是架空范玉。 让范玉做完了百建太子, 又来做一个百建皇帝。 他的任务只有一个, 那就是窝在后宫生皇子。 第二道圣旨, 是范玉如果不堪为君, 就直接废除地位, 另立新君。 这两道圣旨, 不论是哪一道, 在范玉看来, 都在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在父亲范轩眼里, 范玉这个儿子很无能, 根本担负不起他辛苦打下来的江山。 让范玉继位, 实属无奈之举。 二就是在范玉眼里, 江山比范玉重要。 直到看见这两道圣旨, 范玉才真正明白, 范玉所有的筹谋。 范玉知道范玉不堪大任, 所以趁自己还活着, 就大刀阔斧地为范玉扫清障碍, 提拔顾九思这样的新贵。 这都是为了保证后面, 没有皇帝, 大夏这个王朝也能正常运转。 从范玉入冬都开始, 他就在为架空范玉铺路。 范玉对范玉所有的信仰, 都在这一刻崩塌了。 从前为了江山, 范玉可以将他放养, 以致他被养废。 现在又为了江山, 范玉把他算计得如此深。 以既然如此在意这江山, 那我便毁了他, 这是范玉对范玉的最狠报复。 范玉对范玉对范玉对范玉的最狠报复。